老王我剛播給觀眾朋友看的是川普在台北時間今天凌晨的其中一個記者會的片段 因為他的記者會長達一個多鐘頭 劉鶴本人就像人肉立牌的道具 然後呢站在旁邊聽川普一個人脫口秀 那川普當然講了很多這個未來美國的政策跟這個美中關係的重點 那這個更細節的detail是我手上這個厚達96頁的文本 明天我們會請專業律師做文本的細節的解讀 不過已經曝光揭露的消息 第一回合的臨時協議至少攻防七大核心 對這個官主節目的厲害就是我們昨天凌晨 今天凌晨已經幫大家先看一下這個文本 被迫要看文本跟記者會 你看多少節目有這個文本一定很少嘛 你看這兩頁呢就是這個文本的這個封面 封面那其實川普剛才講一個多小時談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重點 感謝習近平感謝習大大 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說 就是中國爆買美國商品 爆買MIA Made in America 我覺得用爆買是很大的形容 你知道買多少錢你知道 兩年要買2000億喔 各位你知道2000億是美金 2000億美金 那你知道中國去年喔 因為第四季我還不知道 就2019年的第一季第二季 前三季加起來的貿易的金長賬的順差 大概是1300多億美元而已 等於就是說中國去年賺的錢 所有錢拿來買這2000億喔 還不夠喔所以你說我說這個爆買真的是爆買啊 所以是要感謝習近平 然後往下看下去喔 那文本他就這麼密碼 關鍵跟他講明天會有專家來跟大家解析 那今天我先幫大家統整幾個比較大的重點喔 我們往下看下去 主要重點大概是我們可以分成七大類 第一個大量增加美國貨物跟服務的這個採購 美國會不會很簡單嗎 就是著重在塑化 著重在一些用品 包括飛機也有 那服務的話什麼 服務是強調一些IP 一些智慧財產權的授權 這個地方也是未來科技戰最重要的核心喔 如果誰脫了我的這個技術產權 我就去找誰要錢嘛 這就是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農產品的採購 這個地方因為我們先前有討論過 可能是400億啊 一年是100億 其實後來 之前就很多人在想 像高盛他就在想說 你一年要買400億的美元的農產品 你到底怎麼買 就是大概全球吃不到櫻桃 吃不到美國蘋果 因為全部沒買光啊 不可能嘛 所以這個文本就我來說 他買他兩年 第一年的話才買125億嘛 第二年195億 加起來320億的美元 是比較合理的 比較合理的 那第三個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這個大家重要 第四個就是我們剛才講到 這個美國 中國加入WTO之後 一直沒有做到一項承諾 就是他的壓迫外資 必須要做技術轉移 才能進到中國市場 但是川普幫大家做到了 幫WTO做到 他不能做到的事 要求中國你不能強壓 這個技術的轉移 第五個就是移除美國金融 這個很重點 就是以後美國的廠商 美國的銀行業 可以進到中國去發信用卡 而且你必須快速的審查 那包括美國的很多平等的機構 也可以進入到中國 開始施行這種平等的授權 就是等級的平等嘛 所以這都是很大 其實我覺得美國 所以我們簡單講個案子 如果是金融業這樣的開放 比方說美國運通的 這個信用卡就可以進去中國 對沒錯 那大家就不會都用銀聯卡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再來喔 比方說Google Pay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數位金融 PayPal 進去中國 那大家都不會都用支付寶了 這是一個 然後比方說你賣Mutual Fund的 附達投信的基金 就可以拿去賣美國啦 好那就不會大家都買中國內部的 這個投資基金了 所以所有美國的金融服務跟產品 很有可能大量的進去中國的市場 等於中國的大門川普現在打開了 對就是買爆MIA嘛 就進來給你中國人買嘛對不對 所以而且金融 你知道中國金融 它過去是很保護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塊的市場嘛 那我們往下看下去 這是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 這個因為在川普已經在協議之前 已經取消了它這個匯率操縱國嘛 最後一個就是共同解決商業分別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這種切密案件 來到中國啊 都是中國官方說了算嘛 像昨天這個汪浩大哥 有提到一個例子 他還記得 說那個法官判了 這個美國的廠方 已經就被抓去關了嘛 所以未來沒有這種情況 未來美方也可以共同一起來審判 這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整個文本呢 其實忽略了一件事情 忽略了三大項 就是不包括什麼 中國政府對產業的大規模補助 其實中國把很多產業打成紅海 不是我們的郭台銘的紅海 是紅色的紅海 就是因為它大規模 我們昨天談到 中國對減發這個技術 是實在不行的 可是他們有辦法複製大量的量產 那我問你這個地方 沒有解決 第二個事情就是關稅減免 對中國來說 他吞不下這口氣 因為他簽了一大堆這種條約之後 他發現他的關稅沒有減免啊 對我來說是很傷的 第三個是華為的禁令 跟大家提醒一個消息 最近這幾天 可能白宮就會發布一個消息 就是說華為這個事情他要擴大管制 那所以你看到整個文本裡面 都沒有提到華為 所以這個也會是埋下一個 你不要以為貿易戰這個條約簽了就沒事 未來華為問題可能是很大 而且他可能會禁止你任何國家企業 從第三地出口到華為 到華為這個地方他也要管 最後一個就是網路間諜 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往下看下去 這個就是大概我剛才提到那些農產品的部分 你可以提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農產品買的比較少 可是相關的售化原料就買比較多 我們往下繼續看下去 農產品的部分事實上網路揭露版本當中有很多清單 就是說將來買美國的農產品要買好買滿買到保 然後再來採購的商品的項目也有很多清單 我們把它翻成中文就是這樣 主要這個是文本有個細節 就是買什麼的商品它有寫給你 可是買多少 就這個商品的細項 豬肉要買多少 或是你這個原油要買多少 非焦買多少 全部都列為機密 這是沒有公開的 我們現在繼續看下去 這一個就是高盛就講我剛才提到 高盛就說他原本對於原本這個農產品要買到400億美元 他就覺得不可思議 不太可能 可是目前在新的公布的文本 最正確的版本就證明 其實這個中國是有履約的可能性 這個主要在講 這個我們再往下面看下去 那這個是高盛的評論 同時昨天順便補充一下 稻窮就佔上29000多點 對那歷史新高就看到了 對然後大家可能會覺得 那為什麼費半昨天是大跌的 台積電今天開盤的重挫1% 就是我剛才提到那個華為的事情 在文本裡面完全沒有解決 而且可能還會越遠越烈 那我們看這個 其實川普是一個很好的商人 我們知道這農產品好像稍微少一點 農業的訂單好像稍微少一點 你覺得他會掉那個選票嗎 其實不會 因為他照顧更多群群 我們剛才提到這些華爾街的大戶 今天每個人都很開心 還有一件事情 波音去年飛機賣不好 這是他波音去年的財報 你可以發現 那個年減大概到六成以上 這是為什麼 因為中國去年一整年 都沒有下新的訂單給波音 可是現在來囉 新的文本來囉 你必須要跟我採購 那是不是解決波音的這個心頭之患 我們繼續往下看下去 那還有提到一個人員產品 這是一個大宗 為什麼這是要大量買購 買這個人員產品 包括原油 包括塑化 這是美國原油的出口 是黑色線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 它的出口一路在往上飆升 美國現在已經成為 幹掉那些OPEC OPEC組織 它是全球第一個 最大的石油出出國 你可以發現 美國當地 它綠色那個部分需求 其實是沒上來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全球的油價 都處在一個低水平 沒辦法大漲 因為原油賣的太多了 那美國當然找人來買啊 我產量一直出來 夜鹽油要有人買嘛 中國就是冤大頭了 我要提醒大家 中國現在一定是全球原油進口第一大國 它已經買這麼多了 它又要再吞下去 那就是爆買 而且我今天稍微閱讀了 其中它會買的項目 除了原油天然氣之外 還包含煤礦 連煤礦都要買好 然後這個細節 這本文本 全英文版的文本 我看到最後 我會心理一下 因為最後兩頁 居然是寫中文的廠商 它是寫美國廠商 可是它用中文寫出來 意思可能就是告訴你說 這是在爆名牌嗎 也可能是告訴那些 中國拿到 中國廠商說 你要看 其實我已經幫你翻譯了 翻譯中文就要這樣 你不會認不出來 你就要跟這些廠商 買這些他們的產品 因為產品也寫在旁邊 公司名稱寫出來 這是這份文本有趣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往下去再看下去 我打得差這份文本很誇張 它某一些生物科技的公司 我猜測是賣藥的 就是比方說癌症藥 或者是心臟支架 什麼的 就是那種醫療器材 然後它很多大型的企業的名稱 都在裡頭 然後後面這裡 還有一些什麼國際原料 所以它有一些原料公司 也是要求要買美國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 酵母公司 連酵母的原料公司 工業貨品要大買 這些可能是斗內名單 搞不好也是斗內 川普選舉的名單 想說怎麼會出現最後兩頁 還用中文的 因為它是全英的文本 後面夾兩頁中文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它有一些 不是知名第一線品牌 因為它的原料項目 有些是尿素酵母粉 尿素奶粉 就是說它有一些是上游的 可能是農產品 或者是農產品 或者是生技產品 或者是原料藥的 這一個藥用 或者保健食品用的 原料產品之一 可能都會化學上游 那中國的環球日報的 總編輯胡吉進先生 就不爽了 就發一篇文章 他上面點評寫什麼 這是一個脆弱的修戰 他認為這個修戰 是非常脆弱 他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這是中國環球日報的 官方的總編的一個想法 那到底我們再往下看下一張 到底對於美國來說 今天這個代表什麼意義 去昨天的陣仗 一共是52比10 美國派出52個人 那中國只有派10個人 所以昨天有記者 問美國的官員說 你覺得在這邊開這個會議 是不是好的地點 那個官員直接回答說 No 不是 那他說那是不是好的開始 是 這個意思就告訴你 他們希望 下一次可以到哪邊開 最好是Face 2的時候 是到中國去開 所以川普才會講說 我希望下次習近平 可以邀請我去中國 所以相過呼籲 對中國來說 所以美國一定把昨天這個協議 看成他們很有面子 因為代表 我簽了很多 才會這麼多人去 好 所以剛剛老王講說 昨天的公開記者會的場合 固然是美中協議 但是美國有52個人 對 然後劉鶴包含在內 一共才10個人 那我們看這張照片 當然這個歷史畫面 其實觀眾朋友在白宮的網站 或者頻道上面都看得到 那最核心的是川普本人 他中間還丟出來簽約的 這一個合約的文本 然後再會變成歷史文件 然後所有簽約儀式 川普也丟了出來 那後面呢 是主要的政治人物的成員 左邊這裡看到 這裡是彭斯副總統 事實上萊特希澤 也在昨天的官方場合裡頭 而這個重要的歷史性的一刻 對於中國政治經濟 有多大影響 我們稍後回來